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岩父母身份被扒,曾被指示小赵丽颖,网友,是真能蹭 娱乐圈中,除了明星本人深受大家的关注外 他的家庭背景,父母身份,大家也十分好奇 此前,于书欣与赵小唐两个人家庭背景也被扒出 不少网友发现,两人家里是非常有钱的,也引发了一阵讨论 日前,有八卦娱乐号,发出一条动态表示 袁冰岩的父母身份也不简单 该博主表示,袁冰岩的父母是上海的公务员 上海这个地方,大家都是十分了解 寸土寸金,能在上海当公务员 相信袁冰岩的父母背景也不简单 据悉,袁冰岩从小就学习古典武 上海的消费一向比较高 学习舞蹈更是要砸钱 可见袁冰岩父母,虽然只是公务员 但拥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袁冰岩以及家人的开销 对此,网友纷纷表示 不喜欢袁冰岩,这个人是真能蹭 一直蹭赵丽颖的热度 袁冰岩六岁开始学习古增和舞蹈 一次偶然的机会,妈妈将他送去学习跳舞 很快他凭自己的努力和热情 进入上海东方小伙伴艺术团舞蹈演出班 成为孙丽的小师妹 长大后,进入娱乐圈后出演白衣 笑花与大长腿 我适度拉拉 飞刀又剑飞刀等影视中 担任重要的角色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 袁冰岩的名气越来越大 与诚意一起出演了琉璃 这部作品让袁冰岩爆火 袁冰岩爆火之后 有不少网友指出 袁冰岩长得跟赵丽颖有点像 可以称其为小赵丽颖 此后,袁冰岩一直以这个称号活动 对此,赵丽颖的粉丝非常不开心 纷纷扒出袁冰岩团队 买黑稿诋毁赵丽颖的事情 这虽然与袁冰岩无关 但也显示出袁冰岩团队的人品 不得不说,袁冰岩团队又当又利 团队的这些操作 要说袁冰岩不知情也是不可能的 之前,袁冰岩与张艺兴出演《老九门》时 就曾被指示故意蹭热度 当时卓伟就嘲讽袁冰岩倒贴 两人在剧外出现了 一次又一次的巧合 张艺兴给高考生加油时 发出了手拿烤串的图片 袁冰岩在同一天 发出了一张烧烤师傅在烤肉的图片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巧合 这则爆料一出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反感 从此,袁冰岩的路人员下降 粉丝也开始脱粉 甚至被骂上热搜 关于是个小赵丽颖 大家接受吗 大家知道袁冰岩还蹭过张艺兴吗 大家喜欢赵丽颖 还是袁冰岩呢 大家会让我走开 没有电话